這是一個很偉大的進展 一副鋼琴本來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政治中立的 但因為小方行搞完之後 現在變成一個大家來打卡的勝地 無論是新聞界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朋友 變成一個反共的圖騰 再加上他放在維尼熊公仔 這個效果不得了 我們接著真的要招呼一下維尼熊才行 也有一個插曲 在網上有很細心的網友 就在19號那條片 那條片是Dr.K自己的助手在現場拍的 拍到Dr.K背後 有一位女士站在那裡 就和一個男士在那裡聊天 但都是拿著五星旗和一張王子的 有眼尼的網友就懷疑 那位站在那裡女士聊天 他旁邊聊的那位男士 就好像感覺到好像是其中一位小粉紅 劉夢瑩的男朋友 一個白人的英國男子 而那位女士經過他們去探究 就說她疑似是英國的鼎鼎大名的 這個叫做中共間諜 叫做李徵區 這件事呢 就相當之突然害怕了 就是說如果李徵區出現在現場的話 那會不會這次小粉紅 但是跟李徵區 李徵區是倫敦的一位律師 會不會跟她有關呢 會不會她是其中這次拍片的一個參與者 或者是有份決策者呢 那麼李徵區已經被英國軍情五處 MI5已經是提出警告 警告英國人 這個李徵區就是一個中共的間諜 她用她的身份在倫敦生活就是一個律師 李徵區是來自香港的 她也懂得說廣東話 懂得說香港話 那些網民就擔心 這次會不會根本就是 在英國的中共的代理人 是想策劃的一次要拍這個春晚 不過這次出師未折 用了很差也都很不合乎英國的方式 她要求拿一個場地 或者是2月拿一個場地 但是就弄巧反絕 現在就變成了小粉紅落方而逃 現在Dr.K就是全面完勝 兼拿維尼雄出來示威 那都是證明李徵區 如果現場上個禮拜 遠遠拍到那個女士 是李徵區說這件事 英國軍情五處真的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些事情 他們都要調查一下呢 不僅僅是Dr.K他自己 這次的遭遇 其實對他來說很不公平 這次他是被騷擾的 他被騷擾 疑似李徵區的人出現在現場 這個都很奇葩 這次很奇葩的現象 就是李徵區這麼高調 當然我沒辦法證實那個就是李徵區 因為李徵區在倫敦就很多年了 生活 他那個聯絡的力量是直透的 就是唐寧佳10號的 去到首相 去到英國的部長 去到很多國會議員那裡的 李徵區 他也是倫敦香港和大陸那邊 他都是相當之多聯繫的 而且已經被英國軍情五處認定 是一個中共的資深間諜 這個情況就是在鋼琴家方面 除了他那個遭遇之外 都被人感覺到英國的被滲透的情況 都頗為嚴重 嚴重到已經出到市面上 出到倫敦的一個車站這裡 他們開始企圖 雲行無極 用他們的方法去辦事 是啊 Lucy 我不是政治人 但我是藝術 我也是藝術的表現 這就是教導我 音樂是被控制的 被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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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的天啊 所以 是 這個就是重複了剛才的了 是 老師不如我講一下她的大意 好嗎 好啊 她就回到現場 手握著 左手右手都是圍尼熊 就是胸口夾著那張圍尼熊 那張圍尼熊 那張圍尼熊 她就說她支持 願榮光歸香港 她說她是先進 在這裡奏過玄名光歸香港 我知道啊 我是支持香港 我也支持台灣 那她說 我現在就認為 這個鋼琴呢 是一個不受中共影響的 一個自由地帶 就是免受中共影響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自由言論 她說 我們這個自由言論 在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需要任何地方恩准的 那她就說 power of art 這個藝術的力量 就已經是完勝了 這個威權主義 她說這個藝術的力量 也都是可以說 超越了 甚至是對抗成功 這個極權主義 那她也說 這個西方的生活方式 是不應該受到其他地方 這些來自威權地方 的一些所謂不準 not allow這些思想影響 我們西方文化 就是在這個地方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自由彈音樂 我們可以自由表達 我們有言論自由 她一路強調是支持香港 支持台灣 那她拿著維麗紅 這個維麗紅 就是一個象徵 我們這個地方 是原勝了他們 是不受到這些這樣的 authoritarianism 或者是這些 totalitarianism 影響的 她不是說這個西方文化的地方 我們是一個 一定要堅持我們的西方的生活方式 Western lifestyle 她彈了鋼琴 就彈了兩手 彈琴的時候 都有小女孩在旁邊跳舞 一氣氛幾熱鬧 很明顯 Lucy 這次Dr.K 就說清楚 上個星期 那次突然間有小婚禮來鬧場 她殺過措所不及 當時就很惡然 為什麼她在彈奏 在拍攝 要not allow 完全是無需要申請 自由的鋼琴 自由的地方 一個自由的土地 自由的國家 現在突然間有些什麼的 哪些的力量 不准什麼影人的樣子 又不准將他們的聲音播出去 那當然跟小婚紅對策那一下 就令到她驚醒 哦 原來她自己在這裡 自由自在地彈簧 都不是理所當然是這麼自由的 原來都有一些外力 現在真是外部勢力 會有機會來干擾 所以今天她帶來維尼雄代表 這個是兩套價值體系的一個對決 就是我們西方是不需要 是不應該受這些另一套封閉的 是一個獨裁的政府 所說的她那個法律影響 什麼肖像權啊 什麼中國法律啊 完全在這裡是不可能影響到 我們這個藝術的一個自由表達 那就最令大家驚喜的是她支持香港 那她說她也知道她也聽到 在那個鋼琴剛剛維修一元 就是說25號一元那一刻 就有些年輕人來彈 願榮光歸香港 也都有人在旁邊唱歌配合 在這方面我想她也受到感動了 所以她特別出面說支持香港 支持台灣 很明顯 Dr.K站在自由香港人那邊 也都站在自由台灣人那邊 就是對於中共的迫迫啊 對於這兩個地方的壓迫呢 我相信她都是用一種同情的態度 也都是支持這些抗爭的 所以看到她帶了維尼熊的攻擊 其實變成真香港人的朋友 也都告訴大家這個鋼琴 以後大家不用擔心 會有什麼維尼熊的勢力來侵擾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是一個CCP free zone 是不受中共影響的地方 中共是無可能將她的長臂管轄的法力 因為那些當然是中共的惡法管到來英國 所以她舉起這個維尼熊 這個這樣的動作 這個這樣的身體語言 也都告訴她她 她是stand with Hong Kong 也都stand with Taiwan 爭取免於給中共的農役 那就是說Dr.K呢 本來是一個完全和政治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比小粉紅呢 這次就逼到長國就是政治表態 支持自由香港 支持自由的台灣 那這個就是完全出乎 這個中共的意料 完全是出乎這幫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19號在這裏鬧場那幫小粉紅 他們的初衷 他們本來想找個鋼琴來拍 那些今年北京春晚中央電視台 他在英國拍英國的環節 但是用了很差的公關手段 用了很粗暴的現場的語言 也都是用了很不恰當的方式 去和這個鋼琴在彈奏現場直播的 是和他交涉 不識破壞人家現場直播 不理會人家在做著 那顯示這些小粉紅呢 是沒有秩序觀念 也都不會有排隊的思想 更加不會有一個 和別人解決問題 去分享一些資源的一些理念 這個很大件事的 去到西方 西方重視第一契約 第二就是一個合作精神之外 就是一個秩序 第三就是沒有打招的 先到先得 一定是排隊 多久都要排 但是這些小粉紅就等不及了 他說他上個星期五 那筆小粉紅說等了四十幾分鐘 Dr.K還繼續在拍攝 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起床給你 如果想借鋼琴 想拍免費的一個 batch rock 用來拍春晚 都不是不行 要是排隊 要是你就好聲好氣跟Dr.K說 你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想用這個鋼琴 但是人家在做直播 你怎麼可以去 去騷擾別人的直播呢 這些就是沒有禮貌 叫做插隊 interrupt 這個就是中共 來自中國大陸 很多人去海外 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其中一個 貞結 他不會理會別人在做的東西 他不會理會一套系統 有一套秩序 他就很想用自己的方式 去取代別人建行的方法 火星撞地球 所以這次Dr.K在現場 他這次就不是他自己拍的 這次26號啊 Lucy 是別人拍他的 我看到暫時我沒看到他放出來 而且他似乎都帶了一些小朋友過來 那些小朋友是什麼人呢 他沒有介紹 有女生在跳舞 也有男生 好像兩個女生一個男生 旁邊還有什麼年紀大一點的女士 不知道是他的親友還是什麼 但他沒有介紹 因為那個跳舞的女孩呢 也都是幫他拿著他 在圍尼熊公仔 都有幫忙拿著來舉起影的 那估計都是可能是他的親戚 或者是他的子女不知道 總之就是他沒有介紹了 那之後很明顯他這次來到呢 就重返現場 展示自己的一個態度很清晰 就比上一次這麼明確 上一次他被人來踩場 這次他來做主場 說清楚這個地方 中共 你的代理人也好 什麼都沒有 都不要再搞這裡了 接著他就接受現場記者採訪 都幾多記者 我看過也有半打 可能七百個記者 那些年輕人也不著問他 可能很多是網媒來的 那他也有問必答 又詳細說回上個星期五的做法 還有他為什麼說 他這條片 隨時會被中共發動一些人 去舉報 去YouTube舉報 就想把他現在還在播的 37分的那條片 向他投訴到他下架 那條片到現在直播的時候 已經有超過850萬的view數 他的粉絲已經是上升到234萬 而他的評論留言就有8萬幾條 而點讚的網友就超過45萬人 他說小粉紅呢 慘敗 他說這個地方以後再沒有小粉紅 他說他幾天之前 他完全不知道小粉紅是什麼 可能現在才知道 才知道什麼是小粉紅 那賀先生你剛剛講的那個講法 就是小粉紅他們說 他們自己原本想 是用那個鋼琴的 怎麼要等了幾分鐘 那這個鋼琴家還在那裡用 那他們都沒得用 那你沒得用呢 你就跟他說一下 那賀先生是不是 哎呀 不好意思我們都想用的 我們用多少時間 你有沒有可能呢 讓我們用一陣子 那都可以 那沒有理由 你跟人家找個借口說 你不可以拍我們進你的鏡頭 跟著 那個鋼琴家就說 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裡是英國 不是中國 跟著說中國的法律 不容許什麼肖像權 跟著他說重複這裡是英國 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共產黨 不是共產主義 跟著就說 你拿過那個旗 是不是共產主義的旗 跟著這樣 所以 那些怎麼說 有一個什麼攬樹 然後就更加 就是怎麼樣呢 好像發誓難渣 是 是 那個環節就是這樣 最好的最好 他們就報了件 所以這個過程 大約就是這樣 那今天重複現場 其實他還說了其他事情 是不是 阿賀先生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說多一點 他說了什麼 除了撐香港之外 我覺得他這個舉動很高明的 第一呢 就是宣示立場 就是現在這個英國自由的地方 而這個鋼琴呢 是叫做CCP free song 彈鋼琴呢 是完全無關中共的事 是英國的事 自由 大家可以繼續自由去發表你的free speech 唱歌跳舞彈琴 去角色其色 就是這個主權宣示 西方的自由的英國的 和他手上拿著的維尼雄 所代表的 是另一套封閉的獨裁的專制的社會 也是操控人民活動 沒有這個言論自由 更加沒有任何什麼表達自由 是剛剛截然相反的 他這次的宣示呢 就是不是好像上個星期五 被小粉紅去鬧場 那些變成一些 有些某些人心中 哎呀這些花邊新聞 不是花邊新聞 其實是政治事件來的 是證明了英國 滲透已經不是去華人社區 是去到英國的主流社區 直踩了這個國王車站 這個聖Pancras這樣一個這麼重要的樞紐 是直接橫行無阻 而且如果他19日那次就範 這個鋼琴家被他嚇壞了 那他們就長驅直進 直逆進入英國社會的基利 但是這個鋼琴家硬正 頂住了 壓伏了 他用他的良好的情商 當然他有好的EQ 第二他有道理 有邏輯思考 各方面 就能夠一句應一句都搏回 冷雪蓮也好 或者張寧 甚至最初叫他不要拍那些視像 不要拍照照各位 劉蒙詠都一一搏到他們 連理想斷Dotter K 你不如都不要再拍照了 都被Dotter K搏定了 搏到他女警都模糊可說 都是證明了堅持 針對中共 你只要強硬 你只要站定定 在你的立場 在你的道理 在你的邏輯 據你力爭 中共到最後都要跌倒 一定都是要跌倒的 因為中共是吃軟不吃硬 你看習近平對特朗普也知道 當你越強他就越縮 當你越是扮可憐 或者是勢力弱 他就越步步進逼 逼到你埋牆腳 最後就跌倒了你 你越硬他就越尊重你 因為中共是崇拜權力的中共 你是越大聲 越是據你力爭 他知道他咬不過你 他自己會退 另一件事也都顯示到 就是英國的民眾 那些網民 這次都發揮了很大的力量 第一就是 瘋傳他的那條片 第二就是 踴躍參與討論 你看留言都有八萬幾條 就是這些網民 不是來看戲這麼簡單 是參與這件事 是表態 但是啊 Dr.K得到這麼多人支持 他其實上也都立於不敗之地 他沒有犯法 他在那裡彈盡 就是日常來的了 但是現在 有一些外務勢力 就想改變你的日常 就用他們的日常來代替你的日常 但是Dr.K說 他們說 慢著慢著 我們是這樣的這樣的 這裡是英國 你為什麼不是你來遵守英國法律 要我遵守中國法律 但是這句說話 這個說清楚 這個價值的對決 Dr.K得到全世界的 有良知有理性的朋友 全力支持 因為Dr.K一跪下 大家都會很失望 跟著英國就淪陷了 主流社會都會淪陷了 就是說 惡刑惡相那些人 惡刑就得道 而善良的人 就避戰 不管 有道理都不敢說的時候 就變成邪 就必能夠勝正了 現在Dr.K說給大家知道 邪不能勝正 因為他們是不合理的 他拿著衛奴 這些是極權 我們的power of art 搞定了他們 power of art 就是我們有自由表達 就是人民只要夠膽說話 你們就有力量 這次鋼琴小分行碰瓷 這次碰到自己面車口唇發 全身都是血了 他們自己拿來的 但不是別人搞到他這樣 當然 這幫小分行碰瓷 也都令人覺得很同情 在某個程度 他們都是被犧牲的 張惠 因為你幫中共 幫他做事 到最後都會給中共 避免你 用完即棄 就不是他們所以為 這麼開心 幫中共效力 就可以 有些什麼 飛煌騰突 不要這麼想 看看他們今天好像很兇 實際上原來他們 真正是最虛弱 這次小粉紅的處境 其實都很象徵的 很形象化 來展示到中共 在世界上的位置 是聲大 大價沒有準 體型很厲害 但原來是空心老觀 經濟上 似乎曾經是一個 好像很巨人 但政治上 中共是一個豬魚來的 你和西方一比較 封閉的社會 和開放社會一比較 開放社會的活力 是持續 是可持續 封閉社會的活力 是不能夠持續 封閉甚至是 扼殺了人民的活力 這個是我的初步看法 首先是小粉紅 慘敗了 今天沒有現身了 是不是 何先生? 沒有沒有現身了 今天是 好像一個嘉年華會 重返現場 宣示主權 和講清楚 它支持香港和台灣 已經是告訴小粉紅 你別再來搞 我們的朋友多的事 多的機能分得出 哪些是台灣 哪些是香港 哪些是中國大陸 它分得到的 所以 以後小粉紅去鬧事 就 麻煩你第一次先做功課 我覺得很奇怪 19號那條片 冷雪年居然 不知道這個大鋼琴家在那裡 要問人家What's your name? 為什麼你很失疑? 他問人家 他在那裡多久啊? 真的是幾年啊? 冷雪年你還說是倫敦 東倫敦人 還在這孔子學院 做英國的孔子學院的中文教師 你自己都在英國讀書 還曾經寫過你是Financial Times的顧問 英國的知名的金融大報 金融時報 不過後來他在社交媒體 就將那個銜頭抹了 刪了 你覺得為什麼要刪呢? 為什麼要刪呢? 不見得光頂 這個不是一個事實呢? 我很難猜測 只能夠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 第一 金融時報 如果真的請到他做顧問 不想讓他搞歪 麻煩你 你不要跟我黏在一起 第二 他可能不是真的顧問 只不過呢 曾經別人請他來開個會 談過一下 那他就說自己是顧問 其實就沒有一個真正的 跡涵的合約關係 所以他覺得不妥 就刪了 這個也是我猜測 但是 要刪這麼重要的報紙的顧問 一定是你有問題 就多過金融時報有問題 就是我的看法 因為金融時報 是過百年的老牌大報來的 你做的顧問 是你的honor來的 你現在出這樣的 在倫敦這個聖Pancrest 搞到這樣一鍋足的形象 還這麼渴 這麼沒禮貌 渴一個英國的本土人 那就是英國人都會覺得 有點那個 不懂聽你的話 見到你這樣的身體語言 所以我懷疑他受壓力之下 就把那個銜頭撕掉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